隔著籠子近距離觀察 大貓熊團團的醫生 遠從中國跨海而來 團團馬上騎身進食吃藥 像是在說自己很乖 兩位專家看到團團的樣子 他們的狀況可能 跟他之前想像的是有落差的 今天的狀況還算好 那團團今天很爭氣 相對可能有稍微放心一點點 團團表現良好看醫生也很配合 這兩天動物園已經和中國 兩位專家討論醫療細節 目前只能先踩安寧 治療模式 診斷上面呢 吳院長也是都有覺得是贊同 那後續呢 他也是會在有一些 他們這個部分針對就是 腦部的一些的處置 還有診斷上面 他們也是有一些經驗上 會再去詢問他們的同仁 2004年出生於四川沃龍的團團 四歲時就跨海來胎 如今已經18歲 相當於人類的50到60歲 其實團團還有位 雙胞胎弟弟美玲 外界好奇有沒有家族遺傳疾病 團團的弟弟健康狀況算是正常的 台灣請全國動物專家之力 連台大醫院榮總的醫師團隊 也都請來會診 不放棄任何機會 醫療的部分我們也會非常希望能夠安排 因為希望台灣方面的那個 醫療顧問團的成員能夠盡可能播出時間 那我們希望大家能夠有一個面對面的會議 而不是只有視訊會議 所以這個目前也可能也是在持續安排中 兩岸關係急速冷凍後 團團的醫生以專案來台 開啟兩岸合作 要給團團最好照顧 靜新網 劉沛庭 徐偉辰 採訪報導 調文鈷 0 одно 百分之 差不多 感谢观看